全場一起大合唱生日快樂歌 邀請105歲音樂一起切蛋糕 象徵長壽 中正區中傳禮舉辦重陽敬老餐會 現場席開16桌 讓長輩們品嘗美食之外 也讓他們出門走動有助於健康 這邊的話都是飯桌 大家後面抽這個獎 每個人都人人有獎 帶獎小獎都OK啦 老人家也開心啦 對… 那全球都進來 對…剩下的話就吃個蛋糕 大家歡樂一下 真的很好啦 因為好像只有我們中正區這一里 有辦這樣重陽節 讓我們這些老年人出來聚聚會啊 我們這個目的呢 主要是讓長者大家聚聚 每年都看到長者 這個長者受證的 他很辛苦啦 每天都要帶小朋友上課 我的目的只有這樣 讓大家聚一聚上課 超過100位長輩一起用餐 閒話家常 中傳禮重陽敬老餐會 受到地方重視 除了有三星人士贊助之外 聖案府和多位議員都親自到場 和長輩問好 我講重陽敬老是對我們 每一個民意代表跟里長來講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事情 因為可以邀請這些長輩出來 走一走動一動 讓他們來感受我們地方的一個溫暖 我覺得這是一件很好的一件事情 也感謝我們中傳禮的蔣禮長 在過去這幾年 不斷的來推動 所謂的里內長照的相關的一個政策 讓我們的老人願意走出家門 那我相信大家也是可以趁著這個機會 來互相在鄰居彼此了解 然後彼此多加的認識 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交流活動 很開心今天能夠代表藍民黃藍議員 來參加我們中傳禮 舉辦的重陽敬老活動 那我想講里長非常的用心 他召集的這麼多長輩 來到餐廳來吃飯 就是為了希望長輩們願意能夠走出家門 只要願意走出家門動起來 就能夠讓我們長輩延緩老 更重要的是能夠讓我們的里內 更有活力充滿希望 中傳禮每年都會舉辦重陽敬老餐會 邀請長輩一起切蛋糕 鮮化加長希望將敬老尊賢的觀念 傳遞下去 記者 黃紹明 金融報導